哈喽大家好 我是鲁七七 看到大开门的口红竟然在积灰 我绝对是做注定 存在即合理 约会谈客户见家长陪闺蜜 怼前任私情敌 任意的契机 都是为了展现口红的奥义 中秋国庆放假出门 绝不一个纯色打听下 我美我怕谁 要七七 你口红可越好看啊 那不如你那至尊闪耀 紧紧搬个主角秀颜色 肉要好看呀 小表仔还挺心机 是想抢我风头咯 我这个一般般啊 哪有你那个 应觉古今的都市敌人 必备色号精致呢 顺滑荣誉显色度高 别样的美紫色打底 白皮皮气色黄皮亮肤色 春夏季郁节中带点少女 秋多浓郁又显气质 可以说是跟闺蜜出门逛街的 必备佳品 花前院下的事儿 就得用花一样的粉调 蜜桃粉的珊瑚色 是绝大多数仙女的首选 嘟嘟唇当然会更胜一筹啦 这种西游色我大概会推一百次 可能它一支难求 但没有荧光感的它 白皮黄皮都值得拥有 是一种不需要眼线眼影 就可以让妆容变得很美的颜色 跟客户见面沟通 千万不能太强势 也不能太软弱 要既显得专业又不事故 要求堪比五彩斑斓的黑了 但哑光系列是一定要的 嘟嘟唇一定不合适 选一款高级的雾面质感正红色 脾气色也显气场 秋冬时节把头发放下来 搭配女人味十足 简直是上厅堂下厨房的必备之选 妈我带女朋友回来了 要回来了 笨笨好 乖乖女形象一定要保持住 口红饱和度不要太高 涂个大红唇剑家长太张扬了 不奉承 笨笨好 重口味的姨妈色和赤涂色 家长肯定也欣赏不来 这是食物中毒了还是心脏不好 笨笨好 而低调自然乖巧可人的唇色 才能增加印象分 一看琪琪就是个好姑娘啊 我天一年不见好看啊 一别两宽你还好吗 可闭嘴吧你谁啊 极美的樱桃红对黄皮显白 白皮更白的一个色号 持久又水润感 色彩饱和度满分 不起皮不拔干 适合所有季节 怼钱认私情敌无所不能 出门倒个垃圾 都能帮你拉到百分之百的回头率 见之优秀 你假期还有什么想见的人吗 留言告诉我 我来帮你选色号 赞多钱 编赞管主专